大家好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在立秋之后到了红长的快速生长期 这段时间是比较适合红长生长的 那么我们在这段时间就要及时的给它补肥 但是补肥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补肥的方式 还有使用的肥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有讲究的 那么有什么讲究呢 首先第一个讲究就是施肥的时候呢 不能够采用页面喷湿的方式 最好就是用灌根的方式 为什么呢 因为红长的叶片表面大家发现没有 它是有一层蜡质的 那么我们再给红长如果喷湿页面肥的话呢 它的页面根本就吸收不了 那么就会导致白白浪费了营养 而且呢 还没有什么效果 就会导致你的红长的后期可能会开花越来越少 所以呢 我们施肥的时候最好就是采用灌根的方式 那么第二个讲究是用肥很讲究了 用的肥料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能够用过多的淡肥 为什么呢 红长这种花呀 我们应该都知道 它一般的话呢 一年四季都是可以开花的 而且呢 它是一片叶子一杆花 那么就说明的话呢 红长的叶片和花朵的它的数量呢 其实是对等的 但是如果我们用了过多的淡肥 就会导致你的这个植株啊 拼命的长叶片 但是呢 不开花 开花量呢会越来越少 而且呢 是的过多的淡肥就会它拼命的长叶片 叶片长得比较的快 而且还可能会出现一个淡肥过量 然后导致叶片畸形 所以我们用肥的时候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多的使用淡肥 红长用肥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上这种荷兰进口的树酵肥 但链甲的比例呢 是比较适合红长生长的 我们使用时候呢 将这个树酵复合肥直接撒一点在盆土里面就可以了 当然 我们还可以给它适量的使用一点这个链甲肥来促进它花芽分化开花 所以呢 给红长是非还是挺有讲究的 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好 我刚刚说的这两点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